而双肩大战当中连这个顶上绣发今天都成了焦点 他们在桃园今天有一场美发美容竞赛 马总统跟蔡英文他们刻意一前以后来出席 博着两个似乎都很有默契拿自己的发型来当话题 因为呢这一场就是一个知名集团的美发大赛 马总统说自己头发几十年来如一日 却遭到对手的批评 不过蔡英文说他从来没有批评过马英主总统 诶 等等这是造势大会吗 美发比赛迎接马总统进行曲 搭配的是三年前竞选广告歌 但尴尬的马上就来 很荣耀马市长 马总统摆盲当中能播共来参加 刚才赖董事长介绍我的时候 说我是马市长 我听得很开心啊 这代表了过去市长八年任内 交的朋友他没有忘记 自我解嘲顺便来个以退为进 马总统真是功夫一流 不信您看还有这一段 我几十年法型没有变 已经多次被人批评 还被我的对手批评 不过我是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我好像没有评论过他的头发 他的对手是哪一个 双英高来高去不放过台上 拼场马总统带头剪彩 桃园县长吴志阳全程陪到底 国民党光是副主席 来了两三个 轮到蔡主席上台敲锣 只有绿营立委和蔡英文肩并肩 其实半小时前双英差一点就同台 蔡英文一到场刻意先进贵宾室休息 直到上台前走出来 过了一分钟 马总统大批人马才绕过贵宾室 两人在后台王不见王 这一幕巧妙安排 满是2012烟宵味 3015白刷林建宏 SN小组桃园采访报道